还要来看到收视率表现相当亮眼的俗女养成绩2 最新一集提到女主角面临青春期和熟灵的人生关卡 播出后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因为呢小嘉玲面临到初金来了 而饰演爸爸的陈竹生形容这是女生很伟大的事情 这句暖心的话又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直呼太感人 不过呢台湾女生初金报道年龄层确实逐渐在下降 还有八岁就有初金的案例 妇产科医师就指出了 因为呢现代人饮食偏油腻又高糖分 真的会影响初金报道的时间 哎呀慌慌张张之下 爸爸拿了尿布给小嘉玲当卫生棉 这实在太尴尬了 女生太衰 不啦 这夜情对早饮来说是很珍贵的 妇女的温馨对话让观众都直呼太感人了 不过事实上女孩子初金报道绝大多数都是难以启齿的经验 不过俗女儿的小嘉玲是在升国中时候来初金 其实很正常 只不过现在女孩的初金年龄似乎越来越早 还有八岁就来初金的个案 妇产科医师认为跟饮食很有关系 预养太好 或者说是小朋友太晚睡 因为太晚睡呢 脑下水底分泌的吞梅基素会抑制 会没办法抑制那个卵巢的荷梦 油炸食物像是薯条炸鸡排等等 还有甜食像是甜甜圈蛋糕等高糖分食物 都会让初金提早报道 根据国建署2012年的报告显示 女性初金的正常年龄是10到16岁 如果10岁前来初金都是过早 18岁之后则是太晚 还有停经的更年期提早报道 也让人很焦虑 更年期早跟症状 皮肤干燥 热潮红 倒汗 俗女养成绩二把女孩的大小事都展现在剧中 家庭爱情温馨斗趣统统都有 让不少观众引发共鸣 华视新闻的一庭刘俊南台北报导